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这里是你的设计 是的 这是你自己设计的 是自己设计的 搬进来的一层的大空间 是一个无碼房 可以放下畫畫 那邊就有一個到上面 你在畫這張 等一時間 對,等一時間可以多幾張 有兩套燈跟他比較亮一點開來做事 一套就是用來生活比較暗一點 那些木板黑色的人買一些二手的 那些九龍版 現在廚房在外面,外國住很多 所以你沒有來話 你廚房,其實我廚房是開放的 所以你經常在外面 很亂 這裡是有生活的 對,這邊是生活的 這裡有兩間房間 還有這一間的房間是這樣的 每個不同 你待會很有意思 剛才那個蕭妃就是我上一邊 一模一樣的空間 大家都一齊搬進來 那它裝修好像另外 完全是不同的地方 個個不同 你可以跟著鏡帶進去 這裡有一個放畫的地方 有個房間 真的很亂 這個就是你過往的一些作品 在加拿大帶回來 有些是這裡會畫的 對,有些是這裡會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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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你好像搬進來之後 畫得大很多 那些是大人以前畫的 前幾年畫的 啊 最大的幾張前幾年畫的 正好搬進去上去 你現在是不是傾向都是想畫中型一點的 還是要 嗯 嗯 是啊,都很難說 我現在同時 這幾張 這幾張小的 是最近畫的 這幾張小的是這幾天畫的 那它現在是在畫的 比較大張一點 好 你現在的創作 多數都是為了 就是有些展覽計畫 還是自己一個個是這樣一路畫的 嗯,其實就 想畫什麼畫什麼 哈哈哈哈 因為我就特地想試一下不同的風格 就是突然間想畫 總之想畫什麼就畫什麼 就是有時畫得薄一點 有時畫得厚一點 有時畫得大張小一點 有時畫人 有時畫風景 就是完全是 想畫什麼就畫什麼 差不多同一天畫的 就是很不同風格 這張是畫了 大概是十幾分鐘的一張畫 這些很薄 但是那張畫得很小 很少人畫我 好像我這樣 這麼不同 我就才畫得到 就是這張圓律 這張圓律是一種很捨實 很慢的 這張圓律是很快 然後形式很不準 這張圓律是很裝飾性的 就是很不同 而且我攝影 我攝影 образом佔了一部分 跟這梅上的份量 即是像真的 你們自己拍的 你自己拍的 就是你在網上網上 你每一個自拍 你也看到都是我自己拍的 嗯 因為我的攝影是獨磚業在加拿大時獨磚業 很有趣的 很多這些攝影的我自己的畫策 這個可以拉到很長 可以攝影中一個 我的攝影中一個更多長 本來都是彩色的 但我打這套的時候 就全部是同一個構圖 即是沒有剪彩構圖 而且全部是黑白的 而且我的感覺是很粗獷 你發現我有什麼不同 好像有些人體 我自己的頭 好像那些是八馬路的那條光線 即是很難看 這個 那個 那些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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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些 Dummy 我本來在廣州出生 去了加拿大威哥華 在那裏讀了藝術學院 之後 前五年度又回到中國 最後在上海 那些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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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不知道為什麼 本來打算去北京 可能覺得藝術 當代藝術在中國 都很熱鬧 那當時 這樣說 那本來是中國人 那是法律 爸爸媽媽還在國內 我的主題 一個系列就是 叫做 日常 我前 一二年的時候 在上海擺了一個過展 題目叫做 冷日常 即是我將很多平時 日常見到的東西 就拍下來 然後又畫 即是我覺得 藝術是 跟我們平時生活 其實是一回事 即是我們不需要去到 或者去到 即是 蒙古才開始拍風景 去到黃山 才開始拍沙 以前 即是我覺得 平時日常見到的東西 就 就已經是我們一部份 可以在市外 身為對象 那另外一個系列就是 叫做 死性不改 即是我覺得 有關性的東西 有關死的東西 是 你再過一千年 都還可以是一個話題 即是 比較永恆 主要是有人 就有這些東西 而且 普遍不用解釋 大家都覺得 跟每個人 都有切身的關係 講一件事 你去加拿大 做創作 其實最不喜歡 最不喜歡 有時候覺得 地方不夠大 那邊 現在這邊很大 一邊又說 400平 500平 所以我就畫了一些 三米幾 五米的畫 幾張 即是這個在那邊 即是你想到 沒有可能 還有我們有時候 拿著相機去拍攝 在那邊很嚴格 即是說 你不要拍到我 在那邊就可以 放肆一點 拍了才算 即是這一點 其實不是那麼文明 但是就方便一點 即是說真的 就是這樣 不想玩 沒有 本來 有 不想玩 有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